焦点视频 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盈哥岳又见到我们的杨宗余师傅 是 大家好 师傅 之前我记得你发表过每个月的流月的一些方位 让大家知道一些好与不好的公位有什么问题 其中你提及过是十二月 十二月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情况发生了 亦都在今年的年头 已经被你说中了现在的十二月 大家都见到第四波含含声 炮掌那种 而那些的措施亦都进一步收紧 预计那个市况都真的不会很好 特别连尾这些关口 所以今集我想特意要请教你 亦都基于这样的情况 我在网上或者有些朋友都跟我说 他就说很担心 因为有一些国内的原学家 和台湾的原学家 他们都说十二月会有一个战争 全球性的战争 或者大饥荒 就算这两件事不发生 也有俗称的死人倒楼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论出来呢 为什么呢 我也是听你上次问我 我才知道 这么严重 我们也是一辈子 那我们的预测呢 其实在今年庚子年 你看《地武经》 我们说《金子年》是差的 对吧? 你说什么流晒 税和飓荒等 对呀 《地武经》有说过 是 但是呢 但我们说的 现在的那种飓荒 流晒等 이런情况 就不是很像古时 实际体现出来的 嗯 现在实际体现了 什么呢 那些工厂没有公开 中国也犯过洪水泛衫 有水灾的问题 但战争就好像又不觉到 所谓大国当中有战争 你刚刚提到我们12月 12月其实我们年头开始都做过 我们有一个榴莲的纸白和榴月的纸白 榴莲的纸白很多人都知道 打开一本通圣 譬如今年的五黄飞去哪里 可能飞去东边 大家都知道 但问题我们也要多看一个 多看一个是榴月的纸白 榴月的纸白为何我们看到呢 3月榴莲和榴月的纸白是重复的 即是说今年里面 譬如说一些地方不好的 或者有灾情的 譬如说在3月就应该是再严重 正正好似我们今年的新冠肺炎 3月就是一个爆发期 一个高峰期 好了 你刚刚说了12月 其实12月 刚刚我们相隔了9个月 那些工位呢 因为我们有9个工 那我们又飞那一次 12月又重复3月的纸白 加上年那个也是重流 所以我们预计到12月也是有一个 即是今年有些什么 12月又弄多一样的东西 严重一点 那你说 譬如说有其他原学家说 又说有战争 但今年也不发现有什么战争 那尸体重复 会不会急到12月又有战争呢 那我自己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像你所说 看不到 是 另外呢 另外我说多一点点 那当然呢 就是我们在视频那里讲 就简单一点 因为各个观众 未必有兴趣 可能很深入 这样去看 那我们学所有的 原学知识呢 中国的述数呢 不离呢 阴阳八卦 是吧 五行那些 但是呢 其实西方 不一定没有原学的 正正呢 今年呢 就是什么呢 美国 大选年 是 那么美国呢 即是西方啦 其实呢 都很多呢 原家 或者是原学家的 但是他们用什么呢 就不是用阴阳八卦的那些 他们呢 就会用天星去占卜 是 是 天星去占卜 那好了 那麽 那麽 你知不知道看这个图 一个圆圈啊 很多个圆圈啊 哈 真是聪明了 看到圆圈 真是 是 是 你说看到漆黑一片 是 其实这个呢 我们叫Horoscope 就是那些叫天星图 哦 譬如说你说星座那些 太阳星座那些 就是讲这些 是 好了 那 长话短说 就是为什麽要看这个图呢 就是你讲西阳星座 就是那些 西阳的占卜师 嗯 都是讲今年 大选年 或者甚至没有呢 他拿了呢 今年那些 譬如说你 春分秋分啊 冬夏二治啊 那些 交接那些 那些天星图啊 去做占卜的 是 好了 那我们看回十二月的图是怎样呢 十二月的那个 冬至的图呢 嗯 冬至的图呢 是很巧的 很巧是什麽呢 在冬至的时间呢 正正呢 他有两个星 是很主要的星 重叠在一起 是 那其实这个重叠方法呢 每20年都一次的了 是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土星 一个木星 是 那 交回 那有些人说呢 如果世界 发生大事呢 通常都是关于两个星 嗯 一个土星 一个木星 嗯 那 相隔呢 20年左右呢 有没有听过呢 逢庚 即是现在是庚子年 逢庚也有灾 这个真的有听过 有 网上有很多人都说 网友都会说的 这些 我都觉得神奇的 真是 庚呢 其实呢 如果你说天干来讲 就十年一次 十年一次 嗯 那 今年是庚子年 那我刚才呢 就说你木星和土星交回呢 大概是20年 就会回一次 那对上那个庚 就去到什么呢 庚神年 是 大约是2000年的时间 就有交回一次 是 有交回一次 那交回的情况呢 就会发生什么呢 就土和木就相客 是 那很多时候呢 就说那些 灾啊 或者有些世界转变的事出现 今年呢 正正是那个肺炎 就是很多年呢 就是我们跟街坊见到那些几十岁的 七八十岁 他们说几十年都没见过 戴口罩戴这么久 003年都没那么久 没那么厉害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很大的灾难 那会不会反映到这个土木 二星交回的问题 但是如果在战争来说呢 我就看不到有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多了一个特色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冥王星 是 冥王星是一个灾星来的 是 当土星木星加个冥王星 会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大的灾难时间 有些人这么说 哦 但是问题呢 看回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指 未必看得清楚 是 其实冥王星正正在土星木星 隔离少少的位置 蓝色这一粒就是 哦 那其实他交回的时间呢 很早了 在九月的时候交回 是 那么有些人 那些占卜师 就是可能说呢 就是说 这一粒加上土木意识 就会有一个灾情 那么我看了呢 九月已经回了回了 现在已经开始呢 慢慢分离了 嗯 下个情况开始呢 就已经是 呃 就是从那个会合之中呢 就慢慢分离了 那么分离就是说呢 这个事情应该开始呢 就应该是 散了 那不会说说到十二月呢 还有一次这么严重 是的 那我们也十二月头了 那不妨呢 政官呢 有些说是冬至 冬至 这个图就是我们capture的冬至 对我们今年的冬至 就是二十一号了 十二月二十二号